我想所有这个有分量的国际友人来台 我们都欢迎 我们都欢迎过 那只是说你来台 你带给台湾什么 你是带给台湾利益 带给台湾和平 还是只是来 不管是来提供报价单的啦 账单的啦 谈商务的啦 或者是来秀自己的存在感 我们知道说上一次 美国众议院来台的那一次 刚好适逢他们年底的选举 其中大选 陪洛西 所以大家也都认为说 他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 在大选之前 再把自己的声量冲到最高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 陪洛西来了 旋风似的来 旋风似的走 然后带给我们 不管是说两岸之间的紧张也好 或者是军演也好 那民进党只能在那边作困酬成 在这个军演的过程里面 飞弹飞过去了 民进党不告诉我们 然后这个台海被包围了 民进党也束手无策 然后这次又换成麦卡锡来 那我们被逼的只能说 欢迎 为什么 因为只要我们说不欢迎 或我们表示疑虑的话 就说 难道你不欢迎美国的友人来吗 难道你不欢迎高阶的官员来访吗 就难道你在唱衰台湾吗 变成说民进党这几年 不断的在打两张牌 第一个就是 美国牌 美国老大哥牌 美国老大哥对我们很好 是因为我们民进党执政 所以美国老大哥会保护我们 第二个 抗中保台 因为我们要保护台湾价值 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要对抗中国大陆 民党来来去去 其实就是打了这两张牌而已 就是美国牌跟中国牌 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看到 每一次 每一次 美国永远都是两手策略 另外一边就是 我派议长来 麦卡锡来 然后佩洛西来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拜登跟习近平可以会面 然后美国的国务卿 可以跟北京会谈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谈什么 美国国务卿说 哎呀中美关系已经有缓解了 是啊缓解了 那请问一下 当你们缓解的过程里面 台湾被你们摆到哪里去 如果今天民党执政 不采取这种抗中保台的策略 不采取所谓的 美国牌这个策略的话 我们需要被迫做这么多事情吗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